嗨,大家好,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但是对于我们在上海的市民来讲 这次的六一是个全上海市民的狂欢节 因为我们终于从有限时间的放风 变成了彻底的解风了 你们知道我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吗 来,给你们看一下 可达鸭,这个梗儿真的是最近超火 还有网友做的麦当劳的图就是 你好,这里是麦当劳,我们没有可达鸭 可能记者会完胜麦当劳儿童餐 疯了两个月,我都快不知道在餐厅里吃饭 什么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啥感觉了 不过呢,感谢我们小区团长特别给力 在封城的期间呢,我们的饮食呢,还是很好的 什么大冬烤鸭,南门涮肉,红盔甲,小龙虾都团过 当然还有我们的细茶,肯德基,麦当劳团够 真的超级幸福 所以我还是特别感恩这段期间 为我们义务夫的各位团长们 好,那我们言归正传来讲讲 在情感勒索者中如何把自己的力量拿回来 很多时候呢,我们容易被别人情感勒索 是因为我们在一段关系里呢 第一,过度的寻求他人人和 第二,过分害怕他人生气 认为自己对别人的情绪应该负责 把别人的情绪往自己身上背 第三,不计代价的维持和平 也就是说不喜欢冲突 第三,容易为他人负过多责任 别人对你不满意呢,你就想一定是因为自己没做好 第五呢,就是频繁的质疑自我 都是我不靠好,所以对方才怎么怎么样的 以上特质呢,如果适度呢,基本上没有坏处 事实上,如果这些特质没有走到极端的话呢 其中有些甚至是积极的受到推崇的 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控制我们 和我们的智慧、自信、坚定、思维缜密的部分冲突时呢 就会使我们变得一手他人的控制 OK? 而你之所以有这些特质呢 其实就是和你的过往经历有关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啊,离开有图关系后 疗愈自己的重要性 那其实我之前有讲过投射和投射性认同 是如何在你与NPD的虐恋中导致你越来越自卑 越来越自我怀疑,甚至是自责的 那今天呢,我们再来详细讲一下 如何通过深度理解投射和投射性认同 让你把自己的力量找回来 首先当一个人给你贴了一个完全不符合你个人特质的标签的时候 比如明明你是一个善良善解人意的人 对方却说你是个自私冷无情的人时 你就要警惕了 因为如果你清楚自己并不是对方嘴里描述的那个人的特征 那么很明显对方就是在什么投射来看待你 也就是说对方嘴里描述你的特征其实并不是你的 反而是对方有的特征 而且不仅对方有,还是他无法接纳自己的一面 比如NPD说,你就是个计较钱不敢于付出又自私自利的人 如果你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并不是计较钱的 反而是付出很多,总是先替别人考虑很多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明白对方对你的控诉说的都是他自己 而且还是他无法接纳自己的一面 也就是说NPD自己也是个计较钱不敢于付出自私自利的人 而他自己也是无法接纳这样的自己 而产生深深的自我厌恶却不自知的 但是他并不想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人 所以当他有这些计较钱不敢付出又自私的行为发生时 他无法忍受自己的行为和带来的负面情绪感受 因此他必须通过投射给你 让你感受到他本应该感受到的自我厌恶的情绪时 他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反而是你难受 因为你认同了他对你投射的那些标签 而这个就是投射性认同 同理可证 如果你看一个人的某些特征特别令你反感 你开始评判对方 给对方扣帽子贴标签的时候 你给对方贴的标签越多 就越证明那些标签都是你不能接纳自己的一部分 比如你讨厌NPD对所有人记录心强 但是你其实也会嫉妒别人 而且嫉妒是你无法接受自己的一面 那么在你们彼此投射的过程中呢 你们谁也没有看到对方真实的一面 同时也因为你们没有能够做真实的自己 因此不断的产生误会和冲突 接着你会做的事情就是 证明自己不是计较前敢于付出不自私自立的人 从而进一步纵容对方的行为 哪怕他的行为已经伤害到你的利益 你的价值你的情感你的自尊 这个时候你做的就是在寻求对方对你的认可 就比如你们刚刚交往初期NPD说他特别喜欢微胖的女 因为微胖了你才不会那么苦感摸上去才会那么疼 等你们交往一段时间后呢他不断的强调 你胖了你好丑你怎么还不减肥啊 这个就是对你的平胖对吗 这个就是他不接受你的一面对吧 你听了之所以会难受的就是因为你内心呢 希望对方对你的形象给予认可 因为之前你爱上对方就是因为他曾经认可了你的一切 可是突然他不认可你了你就非常的痛苦 你开始认为自己不好必须满足对方的要求 也就是减肥才能重新获得对方对你的认可 要不然就要接受不断背对方数落和指责 让自己越来越自卑 可是是真的就只有这两种选择吗 那如果不是你的NPD一半的说你胖 如果是一个陌生人说你胖 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人管不着你 你自己背胖与否和对方没什么关系 对方多管闲事 姐姐我吃的开心又没花别人的钱 我自己满意别人管得着吗 对吧 同意的扣1不同意的扣2 那如果你同意我说的 那么这个时候陌生人换做你的伴侣了 为什么你就在乎了呢 为什么你就一定需要他对你的认可呢 他不认可你你就难过伤心 你这样会让对方误认为他的行为可以引起你的某种负面情绪 哇那你可要小心了 他就有了掌控你情绪的权利 因为是你给他这个权利的 你通过行为和情绪告诉对方 当你不认可我的时候 你就让我感到伤心难过 看不到我自己的价值了 开始自责了 那NPD就一定会抓住这个点 再次攻击你的软肋和你的脆弱点 让你情绪崩溃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你情绪非常难过的时候 他反而笑的原因 因为他有了掌控你情绪起伏的权利 他能不高兴吗 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出像对待那个陌生人一样的反应 也就是你不让口我胖 觉得我胖不好 觉得我丑 但是我不觉得呀 我觉得我很可爱 你看不到我喂胖的可爱 真的是你的损失 你爱喜欢不喜欢 姐姐我胖的开心快乐 谁也影响不了我的好心情 再说了 我胖了和你NPD这个伴侣有什么关系 他如果还教唆着自己的朋友一起攻击你胖 那他们可真是多管闲事没事撑的 有那个功夫评判别人 还不如先管好他们自己呢 你再看对方什么反应 他就对你没辙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用行动告诉对方 我的情绪我控制 老娘今天我心情好 谁也别想刺激我有坏情绪 而且对方对你胖这事不认可 还说你丑 这是不是他对你的评判 那也就是说这是他对你的投射对吧 那这句话我们翻译一下 其实就是他这个NPD很在意自己胖的问题 他觉得如果自己胖了他无法接受自己 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很丑 所以你看是不是和你没关系 所以如果你能够像对待陌生人一样的去回复对方 他们对你的评判对你自身还有影响吗 没了吧 你会因为他们说你丑 你就真的变丑了吗 没有吧 是不是因为丑是他们对你的评判 那只是他们觉得你胖就等于你丑 如果你不认可胖等于丑 那他们说的其实对你无法影响你 对吗 那只是他们觉得你胖就等于你丑 如果你不认为胖等于丑 你认为胖等于可爱 那他怎么说你都无法影响到你的情绪 不是吗 因为那是他内心对外界是环境的一个投射 不是吗 我再一次强调和你没关系 你如果觉得自己现在的微胖就是美的 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 姐姐我就是觉得自己美到家了也和其他人没关系 如果你能做到不再向外寻求别人对你的认可 理解别人对你的评判 都只是他们内心事件对外界环境的一种投射而已 你的价值是通过自己与自己的投资 对自己的成长去定义的 而不是别人对你的评判去定义 那么你就再也不会那么容易被别人情感勒索了 而这个呢就是我其中一个个案来访者通过三个月的疗愈后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再也不会被任何人情感勒索或者到的绑架了 而他的背景呢是人生家庭的有一方父母是NPD 前任丈夫呢通过咨询问以后发现也是个NPD 之后教我的男友呢更是个会家暴的NPD 他刚开始来咨询我的时候呢精神出于崩溃的状态 完全看不到自己的价值 明知道自己的仙人是个家暴冷酷残忍的人 却没有想过和对方分开的状态 而现在呢他重新获得的自由 瑞变了 而他只是我其中一个被疗愈的人员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疗愈的重要性 你不想再陷入到有毒关系里了 那么你要从根儿上疗愈好自己才可以 事实上就是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情 你更不需要别人对你的认可 你只需要认可你自己 至于对方到底是你的父母兄弟伴侣孩子老师上司 whatever同事都一样 对你的评判你就可以直接忽略 那什么时候需要倾听对方反对意见呢 就是当对方真正了解你是个什么人 和你对自己的评价也基本符合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对方对你提出的建设性的意见 是基于你客观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 那么你就要去倾听 毕竟睁眼利耳监听则鸣 所以如果你也不想再被任何人情感恶索 道德绑架的话 请你好好疗愈自己那个 需要被他人认可的那家小孩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疗愈师Alice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呢 欢迎您一键三连 并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拜拜